天然海鹽礦物質海量豐富 一般製作靠的是日曬 但是在東海岸長冰箱永福部落的阿美族人 在一百多年前 他们已经会用火煮天然海鹽 而目前这项技术 只剩下一户人家能够传承制作 味道相当独特 农特产品展秀会 台东县长冰箱永福部落阿美族人 展示他们制作的海盐令人好奇 东海岸海域没有工厂的污染 海水很干净 长冰箱的永福部落在一百年前 族人就懂得利用海水来做海盐 但他们做海盐的技术不是靠日赛 而是用火煮 传统煮海盐的地方是在海边 现在为了环保只能在家里煮 目前永福部落就剩下这一户年老的兄弟 还传承这种煮海盐的技术 没有什么前台把这个盐盐巴 跟着爸爸妈妈造这种东西 他们依照经验在自己建造的炉灶里 放进适当的柴火 慢慢地把一整锅的海水煮到沸腾 冒出阵阵碳烧味 可是海水不能煮到烧焦 要不停地搅拌 而搅拌用的工具是老一辈传下来 用天然的竹子做的 既环保又不伤害锅子 而且他们为了让海水能白一点 在煮开之后加入一点山泉水 海盐的颜色才会好看 海水跟那个山水你要配合 如果你没有配合的话 就没有那个很好的一个结果 用这样的技巧煮了一个小时的海水 终于煮出乳白色的海盐 但最后还要用锅子快炒 去除水分 最后形成的海盐只有一台斤左右 来体验制盐和品尝的游客说 味道跟一般海盐很不一样 什么味道 都研发味的 海盐的 安全 没有什么一个化学的东西嘛 我在看电视的时候可以包一碗吃 偏向原住民经济不好 早期更买不起盐 老人家才会创造出这种煮海盐的技术 而且海盐也是他们腌制食物最好的材料 但这种海盐 目前还不能在市面上贩售 不过今年取得检验认证之后 就能当成农特产品出售 可能要把它商品化 那就是需要一些 就是等于是要检验来表示成分 这样的话就 它的品质会比较保障一点 目前社区把煮海盐 当成部落的体验项目之一 游客可以来体验 早期阿美族人的制盐技术故事 也能带走自己煮的海盐 记者张明哲台东报导 好 好